50多岁才开始学工笔画 30多年来不但画出了一片天 还创列画社 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了 83岁的阿嬷画家郑玉清老师 这个周末就会举办连展 30多幅的作品师生同乐 要一起庆祝国庆 我开班在乔画中心 画展也是有20几次 年年都是我们不断地努力 来展示我们的作品给大家 也是介绍什么叫工笔画 是我们的意识 活到老 学到老 郑玉清老师身体内心 运证了这句话 而这幅离乐之规门的画作 画工相当的细腻 就是他的作品 他还大烦捐出来做奖品 现场还有其他作品 不论是人物还是花卉以及动物 都能够看到师生们的功力 而郑老师表示 工笔画特别重视 就是夏笔的线条美 风格相当细腻优雅 每周六他们都会在 乔教中心上课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来加入工笔画的大家庭